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频道 我是十九肥仔 我经常在影片中说起家教这两个字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有没有家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除了自己个人的事外 一个没有家教的人随时会令到他们的后代也没有家教 当然我也经常被人说没有家教 经常这样骂人一点家教也没有 但是因为我没有想着有小朋友所以没问题 早几天重庆出现了一宗暴力事件 这宗暴力事件真的很好展现了什么叫没有家教 他不是个人没有家教 他是整家都野蛮 7月20日晚上在重庆一个游乐园 有个阿太带带着两个小朋友 其中一个是他的外孙 和朋友的女儿在游乐场玩 在排队期间 不知道他是在心急还是想尖队 自己這樣吵不贏人好沒面子 自己要打也未必有人打 竟然因為這些小小的爭執和摩擦 就打電話吹雞叫自己家人來幫忙 他又覺得自己虧了 又打電話給女兒 她的女兒當時就跟老公和幾個朋友吃飯 女兒聽到自己老母說自己被人欺負 立即打算帶老公去幫忙 她那幾個朋友可能都熱心過頭 想喝了酒 立即跟著一起去幫忙 一行五個人浩浩蕩蕩地出發 就問自己老母誰欺負她 那死廢人指一指那位女士 五個人竟然衝上去圍碰那女兒 而且還出盡力地打 我們先看看現場片段吧 先說明背景音樂就不是我家的 我找到那條片已經有這樣的背景音樂了 大家看到這短短十幾二十秒的影片 都看到這五個人打人打得多狠毒 如果你不知道整件事發生經過 你以為是黑幫仇殺 還是有什麼血海深仇 誰知原來純粹是廢人吵架和人吵輸了 根據某些現場人士的說法 這五隻戰種一路打人的時候 廢人還拖著自己的孫子 看熱鬧一路看一路笑 那位女士的女兒 哭到私心裂肺 那五條戰種都不停手 甚至中間有個年輕人看不過眼 打算上去勸架 誰知被這五條戰種打一份 後來有人報警 警察來到之後 立即拘捕這五條戰種 另外那位女士和勸架的年輕人都被送到醫院 那位女士頭部院組織受損 口罕黏黏破損 那位男士也是頭部院組織受損 面部錯傷 後來女子的家屬也上網說 那位女子的受傷情況 並不是想像之中那麼輕 案發過程比影片中更加粗暴 其實你也看到是很恐怖的 直接整隻腳踩到頭上 幸好踩到頭上的那個人不夠力 否則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也有現場人士說 這個廢人完全不講道理 原來是他們吵架的原因 就是排隊的時候 可能兩個小朋友不小心碰一碰到 撞一撞到 然後廢人就去打人家的小朋友 大哥說小朋友少少碰撞一下 那要打兩個小朋友 你這個死廢人憑什麼打人的小朋友 然後廢人不止打小朋友 吵架的時候連女兒也打 不夠人打就吹雞了 這些情況我想正常 你去到現場 你也知道是自己的老母錯了 可能你說老人家不聽勸是這樣的了 你也是現場拖走自己的老母 頂多跟老母說那些人是這樣的了 你不要跟他計較 但是看來這個家就上梁不靜下梁歪 自己的老母野蠻周圍打人 連女兒和女婿都是同一款的 最神奇是不止女兒和女婿 連身邊的人都是同一款的 你這班人究竟有什麼血海深仇 這樣五個人去圍踏一個人 還要下手禁狠毒呢 當然現在全部人已經是拘捕了 這樣的款人都認為 怎樣都會留刑事紀錄 所以這位廢老 將自己的家人和家人的朋友送入派出所 甚至斷了以後的米路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家人有這些刑事紀錄 小朋友以後長大了想考公職 基本上就不用想了 甚至如果有些企業 還有以後讀書 一些重點初中和高中都會有影響 其實我又覺得不可以只是怪廢老 這五個人本身都是賤總 直接物以類聚 本身的廢老惹蠻又惡 教導女兒都是同品種 然後女兒找一個差不多賤格的男人做老公 身邊的朋友也是差不多款的 大家痴痴呆呆坐一台 賤總狗到處走 其實我覺得這些情況 應該要先拘捕廢老 一家人最重要是齊齊整整 最好是拘捕到房間裡一家團聚 有些街坊都說 這位老太太平時已經很兇 周圍哈哈爸爸 有什麼事呢? 女兒就會出來幫老母出頭 有些人就說 估計這位廢老終於乱惹 估計他應該會非常後悔 以後那些孫子沒得考公職 他就會後悔自己的行為 我覺得這位仁兄就想得大過天真了 這些人是不會後悔的 他不會覺得自己是有問題 如果將來他的孫子長大了 可能問回自己老母或自己婆婆 問當年發生了什麼事 搞到他沒得考公職 我相信廢老和他生的賤種 也會把錯推給當初給他們打的女兒 甚至會出來說 當初媽媽和媽媽為了保護你 幫你拿回公道 我們才會有刑事紀錄 你現在還賴我們? 你要好好對回我們 好好報恩 不過我猜廢老的孫子大了 應該是混蛋了 小時候已經被自己的廢老分圖 小時候跟你在耳朵 griev好 老媽又畜生老爸 又畜生老婆又畜生老婆 又在這人ia 我想成為我是中小朋友的 如果不是運氣極好,突然自我覺醒,或者遇到一個在無私奉獻教好她的人, 長大了應該是跟老母、婆婆和老爸同款的畜生。 可能有些人就說,不要這樣說小朋友生在這些家庭,不是小朋友自願。 我也明白,其實我也等這個小朋友可憐,因為生長在這些家裡一直受這些家庭教育分圖, 大約九成都是一個仆街,如果你做仆街,做得成功,當然開心。 如果你做到一個失敗的仆街,你的人生都應該挺悲慘的。 那影片就到這裡,在這裡也希望雙者早日康復,然後可以告到這五條戰種狗, 也希望這五條打人的戰種狗,連同那個死廢佬,生活有多悲慘得多悲慘。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